好了 那就是第二點我想說 第三點我想說就是說 奧林匹克運動會的主席巴克 在這件事情中 是甘願做這個中共的奴才去幫中共解套 當然大家知道奧委會這個巴克主席 這一段這樣的視頻 都對國際社會不會有太大的說服力 我都說如果最有說服力的做法 就是你將你的視頻全部不經展輯地 就是擺上這個互聯網供大家去檢驗 供大家去判斷 這個就是最好的做法 但是你現在不是 你根本奧委會主席所說的那番話 聽起來就是好像中共要去說的話那樣 所以呢 它是 我覺得無恥地做了中共的一個工具 說得不好聽 幫中共解套 那我就覺得呢 奧委會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很可能它是不想影響東奧 因為還有個多月嘛 你要東奧現在取消 那中共固執言沒面子 奧委會的損失都是很大 所以可能它是為了奧委會的利益關係呢 它甘願幫中共解套 那我覺得呢 這樣的做法呢 已經使得奧委會呢 不知不覺間呢 是墮落成為中共的另一個 另一隻手 是幫中共去掩飾一些不應該被掩飾的事 那這樣的做法我覺得呢 跟WHO在這個武漢疫情爆發初期所扮演的角色呢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當年 當時來說呢 就是這個WHO呢 是完全無保留地接受中共對疫情的判斷 和它的措施 而每次中共做到的事情都認可 而完全沒有去質疑 而事實上呢 但是呢 疫情開始的時候呢 已經有很多報告 是指出疫情呢 不是中共所說的那樣子 但是呢 甚至乎我記得就是台灣都已經去信給這個WHO呢 指出這個病毒呢 是有人傳人的風險 但是呢 就是這個WHO呢 完全自知不理 完全採用了中共的立場 結果呢 現在大家看到武漢武漢肺炎 肆虐全球 那你WHO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一個什麼角色呢 扮演一個非常醜陋的角色 就是幫中共手呢 是去掩藏一些事實 那麼現在呢 我們看到呢 有另一個國際組織呢 它願意出面 來幫中共解套 幫中共減一個方法 那是不是 我就很擔心將來 越來越多國際性的組織會這樣 不知不覺地淪為中共的一個工具 這個是我看這次這件事看到的另一點 當然我所說的杯葛是政治上的杯葛 我們對運動員的情況要比較理解 運動員幾年一次的奧運會 他不是有很多機會參加 錯過一屆就可能要等四年 四年對一個運動員來說 可能他的運動生涯可能已經要結束了 所以叫第四點我想說的就是 杯葛東奧此其時也 當然我所說的杯葛是政治上的杯葛 我們對運動員的情況要比較理解 運動員幾年一次的奧運會 他不是有很多機會參加 錯過一屆就可能要等四年 那四年對一個運動員來說 可能他的運動生涯可能已經要結束了 所以叫所有運動員都杯葛奧運 這個不實際也不應該 但是各國的政治領導人一定要就這件事 是表示一個很強烈的一致的立場 就是基於中共這些陪侍的文化 基於中共這種想盡量蓋那件事 這種控制新聞輿論的做法表示不滿 表示抗議 但是你設想現在張高麗還是東奧組織的一部分 他好像還是整個組織的頭 那你到時他東奧出來主持這個開幕儀式 那你那些各國的政治人物 如果都出席的時候 跟他握手言歡 是不是表示 是不是等同這些政治人物呢 都是endorse了張高麗這個角色呢 是吧 所以我覺得到時你就是跟張高麗握手的時候 你怕不怕你在國內 在你自己國內 被你的選民唾棄呢 所以我覺得政治上抵制東奧 此其事也 大家一定要加大力度 向各國的政府 各國的人權組織呼籲 一定要在政治上 杯葛這個東奧 大家不去北京參加這個運動會 免得和張高麗握手的照片 被人傳回去你自己的國家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向你自己的人民交代 這個就是 我覺得大家要加大力度 在這一點上面 盡量呼籲各國領導人 大力杯葛這個東奧 最後我想說說這件事對中國政局有沒有影響呢 本來這件事純粹是一件醜聞 但是因為彭帥是國際這個冠軍 而張高麗也是中共七常委之一 畏高權重的 所以呢 本來是一件簡單的兩人 男女之間的醜聞 就變成一件不可避免的 變成一件政治事件 變成了政治事件之後 然後對這個誰有利 誰沒有利呢 很明顯這件事就對現在這個江派是非常不利了 因為大家知道張高麗就是江澤民的死黨來的 他之所以能夠坐到這個位子呢 也都是江澤民時代的影響力才使得他去坐這個位子 如今他出事 自然對江派的打擊 特別是對江系的現在還在台上的人來說呢 是一種打擊 那對習近平來說呢 就冷手撿個熱戰隊 就去憑這件事呢 對現在仍在台上的江派的人物呢 是嚴厲的敲打 那這個呢 就是政治影響之一啦 這件事已經遠遠超出了兩人男女之間感情的瓜葛啊 或者是性不性侵 已經遠遠超出了這件事了 而是變成一件政治事件 剛才所說 這個對習近平有利 對江澤民不利 這個是從兩派的鬥爭來看 但是從整個共產黨那個形象來看呢 就肯定這件事就是嚴重地傷害共產黨的形象了 因為你看到 原來就是這些這樣的所謂政國級 政國級就是它是這個國家領導人那一級的 標榜是這個連結奉公的 標榜是這個有共產主義偉大理想的 原來都是骯髒垃圾 而且最難得的就是將通過這件事呢 是將整個中共根深體顧的那種陪侍文化呢 是大白於天下 讓全世界看清楚 中共就是這麼安裝的一個集團 它表面上 口頭上講的話呢 都是很好聽 什麼衛人民服務啊 什麼先進性啊 共產黨員的先進性啊等等 但是事實上 在這個華麗的宣傳口號底下呢 就是一幅這麼醜陋的這個圖畫 我覺得呢 就是對整個共產黨那個執政 那個合法性都會產生很大的挑戰 因為它將一些真實的共產黨的面目呢 是暴露於全世界眼前的 所以這個對它的執政的合法性呢 會是有很大的打擊 那我可能這個就是我這次就彭帥事件 我看到的幾個重點問題呢 就向大家解釋一下 你說得很前面啊 是吧 幾乎沒有什麼要問的 你說得 我想問的 全部都說了 你真是很聰明啊 不要再問了 不要再問了 是啊 是的 都沒有什麼要問的了 不過都想到習近平現在這個時候 哎呀 不過有一段時間講 看一下習近平會不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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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